在懷孕期間身體也會有些變化 包括心臟的輸血量會提供3至5成 血壓也會降一些 因為血管比較擴張 除此之外心跳也會加快 由懷孕開始至懷孕後期都是這樣的情況 亦因為這個緣故要供應血液給媽媽和嬰兒 所以心的負荷會大很多 這件事不單止懷孕期間到差不多分娩時 可以想像媽媽要用力生嬰兒出來 等如做運動一樣心跳會快些 當中亦會有一些失血的情況 所以在分娩時心臟一樣有另一種負擔 通常來說到嬰兒出生後 大概6個星期 血壓和心弓血的情況才會回復懷孕前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病人本身有心臟病 例如心功能不夠好 但這段時間又負荷多了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比較緊張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說合不合適懷孕就好看 究竟病人本身病情有多重要 屬於哪一類 以及是否可以承擔到 當中的一些心臟加速的負荷 其實如果是輕微心臟病的病人 其實病發症或中間所有的風險 其實不會比平常其他人多很多 那些就沒有特別的問題 都是如常活動 當然懷孕期間會比較累 我們都會建議他有適量的休息 有不妥當的 譬如多了心氣喘或心跳快 那些情況 我們都會建議他去找醫生 但是你說如果是比較風險性高的病人 我們都會叫他要密一點去找心臟科 以及婦產科的醫生去跟進 除了量度下血壓之外 亦都會定時可能要做心臟超聲波 或者是產科醫生都會監測著BB的成長 都會跟他做一些超聲波 或者一些配對的檢查 我猜很多時候要第一件事 就跟醫生商量一下 究竟問清楚自己的懷孕是屬於高不高風險 或者是否容易有一個預計的病發症出 通常我們一般來說 都將他分成四大種類 包括很低風險、很低機會率、會有病發症 亦都有一些中風險、有第二度風險、第二度三度 這些情況來說 懷孕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密切的監測 可能要定期密一點去做超聲波 產前檢查或者要量度血壓 要做其他配套的相應檢查和監測 但是去到最嚴重的 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說是肺動物壓力很高 又或者是一些情況 例如主動物擴大 或者是麻煩事、症狀後群的病人 又或者心壓力、心功能 其實是小於三成的 又或者是左心室出道的地方有阻塞的話 這些都不合適做 即是繼續懷孕 有這樣的機會 當然醫生當然很尊重生命 除了是小朋友的生命 我們都很擔心媽媽的健康 所以如果在這些情況 我們就會跟病人去談 還有萬一真的覺得要終止懷孕 去到保障媽媽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都要有很多的聯溝通去決定 還有如果是一些非常高危的懷孕 其實到差不多生產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很多的醫生 要一起去匯診 包括心臟科、婦產科 甚至是因為孩子出生之後 我們都不知道 需不需要去深切治療部 可能要去一個緣時間監測 所以我們有疑科 也都用什麼方法去到生產 是一個自然分娩 還是我們有一些特別的要開刀 或者是用什麼麻醉 都是要跟麻醉科醫生談 所以就會有不同的醫生 一個團去打理媽媽和孩子健康 我們會評估 我想醫生會做一個詳細的評估 究竟看看接下來他繼續懷孕 會遇到什麼問題 有沒有一些問題 是可以在懷孕的某一個週期 才去處理結構的問題 可以減低之後繼續懷孕 或者是生產時候的一些風險 亦都要看看究竟有沒有什麼 輔助的藥物是可以去配合去用 令到媽媽的狀態比較穩定 我覺得很多不同的因素 都要看看究竟用完這些方法 又或者是可不可以預防到一些風險 又或者你說真是萬一不幸 是一個很高風險懷孕 就像剛才所說 我們都要找很多不同的醫生 去做一個配對 一起要去商討一下 究竟什麼的策略是最好的 你說繼續中不中止懷孕 其實這個都是要醫生 和病人 媽媽或者爸爸 即是一家人去做一個溝通 去最後決定 其實大部分的先天性心臟病 即一出生就已經有的心臟病 我們都不知道成因是怎樣的 但是有一些病的確 它遺傳的機率是比較高 例如說是中間損傷 這些大概有5-9%是遺傳的 而另一種例如叫做法樂視四重病 它這一種就會大概有2.5%至4%遺傳 不過我好像剛才所說 大部分其實都不知道原因 所以如果小朋友有一個先天性心臟病 我相信父母都不需要 因為這樣的緣故 特別會覺得很有挾救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不知道為什麼 今年世界心臟日2022 我們會在觀塘的ATM有一個同樂日 歡迎大家到時都參與